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小叔 你真的要帮陆远潼 筹措军线吗 必须要帮 我等了这么久 他终于对我有所求了 陆远潼是我整个计划中 最重要的棋子 只有取得他的信任 这盘棋才有胜算 对了 你找时间出趟城 去找福远山 和慕容义 让他们做好准备的命 小叔高明 有远叔和慕容义帮忙 这把握就大多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既然进了冯府的门 就要学学福利的规矩 你身为表小姐 就该有表小姐的样子 行走站卧都得讲究 不能失了身份 云楼姐 我真的 识不言 寝不语 还有 琴棋书画 女工刺绣 一样都不能落下 表小姐 您别这样 大人看了会骂我们的 可这是我的衣服啊 您把我们的活都抢了 那我们可怎么办呀 就是啊 喂 表小姐出来乍到 府里的规矩都还不懂 你们可不要借机欺负她 没有啊 他们是想帮我来着 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 就想把这脏衣服洗一洗 结果 他们非要抢着做 原来是这样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是 子鸢 你现在是冯府的小姐 就应该被人伺候的 我以前在安侯府 当病女当习惯了 他们成天使唤来使唤去的 现在 让我去使唤别人 我真的是不太适应 你还是去跟冯大人说说吧 表小姐的规矩这么多 我做不来的 把我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算了 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的 不行 不行 这怎么行啊 让你做冯家小姐 是为了掩人耳目 怎么能说不做就不做 可是 可是 我一想那要学规矩 我就从头疼到脚 你为了救冬月姐 往自己身上捅刀子的事情 都干了 这些规格礼仪的规矩 不会难倒你的 可是 别可是了 子鸢 你现在是冯府的小姐 今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重新适应这个新的身份 你一定要对自己有点信心才好 谢谢你啊 道路 小意思 训我干吗 不客气 慢一点 慢一点 水 水 水洒了 不准服 自己站起来 还没吃完呢 就餐时间已经结束 接下来是女工课 虽然规格小姐不以女工谋生 但是丝毫不会 也是说不过去的 今日的女工课就到这儿吧 明日之前 我要看到一对完整的鸳鸯 你一定要请假练习 万不可偷懒 好吗 您爽没事吧 没事 你说过 我们是一家人 你会抱我的 别别别 别说我不会刺绣了 就算我会 女柔姐万一告诉乔叔 我还要不要命啊 原来做表小姐那么难呢 这种做这些穿着影线 我还不如取武道弄剑呢 您想学武功啊 是啊 我常常在想 我要是会武功的话 不认为武功的话 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和小四了 这样小四就不会被左相的手下杀害了 那是以前 现在由我和小叔保护你 没人能把你怎么样的 我不想做左妹保护的那个 我想要学武功 保护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可是 武功这东西得从小学 不认为武功 你现在 你什么意思啊 你嫌我老师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又没有找你学 你不叫算 我 找别人学去 那你找谁学 整个京都比我武功高强的人 没几个 反正就不找你学 那 我 子鸢小姐 就是这位姑娘找您 下去吧 是 文珠 你脸上的菜籍没有了 你变成一个大美人了 而且又高贵又端庄 你完全变了一个人 别这么说 冬月姐 对了 我现在不叫明珠 叫子鸢 冯大人说了 从今往后 这个世上就没有明珠了 我现在就是冯子鸢 不管怎么样 教你平安就行 也算那个冯夕 她做事有事有重 她虐待你 她虐待你 没有的事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替她隐瞒 我就知道这个人 没有什么好心 不行 我找她算账去 你误会冯大人了 你等等我 你这个人太阴险狡诈了 你这个人太阴险狡诈了 之前侯恶替死的事情 我还没有跟你算 现在明珠又在府里 弄得全身是伤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她浑身的伤 是她自己弄的 与我何干呢 你 冬月姐 这些伤 真的是我自己弄的 你别怕她 我要把人带走 带走啊 可以 走 一百两 黄金 你疯了吗 什么都能用钱来计算吗 我收买狱卒 买通奸展关 治好他的伤 把他的胎计去掉 花的钱七七八八加起来 只会多不会少 看在我与你这么熟的份上 只收你黄金百两 银货两弃 随时走人 你太过分了 没钱 没钱啊 没钱人你可带不走 大人真的没有虐待我 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接出去的 你就不这样吧 放心吧 最近冯府要赶制一批绣工 要在年底完成 虽然不着急 但是量大 子鸢一直在通宵做工 你若是愿意 可以来冯府 以工抵债 我做 大人 请允许我帮冬月姐一起做 好 子鸢可以帮你 你可要信守承诺才好 好 冬月大人 你怎么把马车停门口了 不停在这儿 我怕你找不到我的车呀 你与殿下不和 满朝皆知 御丰阁不欢迎我 我尚且不怕 你怕什么 莫非你怕我进去之后 与三皇子起了冲突 不知道该帮谁 我定然是不会帮你的 是吗 你若不帮我 我又怎么会让你把紫园带走呢 你无使 走 回府 我 看你跳着跑过来帮我绣 我还以为绣得多好呢 我也是初学 不过没关系 你看啊 我绣得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了呢 快有什么用啊 这全府的绣品 不知道哪辈子才能绣完 那 要不然这样吧 你先休息一下 我来绣 反正都是因为我 害得你晚上不能休息 还要来这里做苦工 算了算了 一起绣吧 你一晚上都来好几次了 到底是来安慰我们的 还是来监工的 我这不是关心你们嘛 你们都忙了一晚上了 怕是饿了 给你们送点吃的 小树也说了 你这手艺啊 实在不怎么样 还不如你武刀弄枪的本领呢 那他还让我绣 他还说了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绣的话 如果你愿意 只绣一件东西就可以了 是什么 我绣 他说让你绣一件嫁衣 日后 与他成亲时穿 你回去告诉他 我冬月盈而有信 说绣完就一定绣完 让他不要再有非分之想了 你现在吃的夜宵 也是他让我准备的 他说了 如果冬月姑娘愿意绣 就吃饱了 绣个够 我们有没有 今天为何选了一条 如此绕的路回府 真是个鬼 快走 快走 是 是 小叔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去查一下那些黑衣人的身份 今日我改变了行车路线 还是被人暗算了 我们这府里有细作 打斗的时候 我看到有个黑衣人身上 有个阴长的纹身 这是左相有所行动了 你查得说仔细一点 别惊动了旁人 对了 冬月那边 我怕他一个人居住有危险 将他留在府中 多住几日 做得好 小叔 这两日上下潮 您可要多加小心了 既然有人不想让我多管闲事 那我就歇两天 少爷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昨日小叔遇刺了 我怀疑这府里有细作 所以过来巡视一圈 看看有什么可疑之人 当作少爷 大老少爷 他怎么 怎么走了这两个人 难道两个都是刺客 小兄弟啊 你这是在找刺客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找媳妇呢 不是 不是 我是在看他们身上 有没有樱爪的刺青 那是刺客身上特有的标志 可是你这样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那没办法 我有办法 真的吗 可是我都找了一圣 我都没有线索 你能找到 怎么 你不相信我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赌什么 如果我找到了的话 你就教我学武功 如何啊 别说学武功了 我送你兵器都行 好 那按我说的做 首先 行刺是最近才发生的 所以我们要从新来的下人查起 你们都是新入府的 府里的规矩 可能你们都还不太熟悉 那个 众所周知 冯尚书 无论身形还是样貌 都是这个 所以 冯府来的新人 自然要比旁人更有气质 我跟紫园小姐决定 要给每个新入府的下人 定制好看的衣物 为了力求和身 要脱光衣服 亮体才衣才行 脱光衣服 现在你的先走吧 男的跟上 你怎么了 少爷 我肚子疼 我要上茅房 肚子疼 一会儿再去 先把衣服凉了再说 到了 小心 小心 我肚子疼 谢谢你刚才的救命之恩 抓住了 你说了要教我学功夫的 我知道了 绝对了 你怎么会找到 你心里在下 我肚子疼 之后 你也必须行 自己的 你别动了 你让他一下 一会儿 你怎么会 一会儿 我给他 我把他放了 他这样的人 从他嘴里啊 问不出来什么 我把他放了 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被认出来的器座 不用我出手 自己人就会给他灭口 你真是读得很 你一过来 就是问我这些啊 我 对 只要我问完了 告辞 等等 是不是昨晚受的伤啊 我帮你看看 你怎么那么不自量力 非要给我挡到 我能自愈 可你还是会受伤的呀 当时情况危急 我哪儿顾得了这么多 我看我 你不可以受伤的 我才会受伤的 我能被扔到 我还会受伤的 我才会受伤的 我还会受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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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逼你那么多 他们都可以给你擦药 我为什么偏要输啊 除了你 我可不想让第二个人碰我 快 你这药口里放了什么 你不会毒死我吧 怕是银丹草放多了 看来你对这药膏很熟啊 闻一下 就知道什么放多了 是卢川告诉我的 是卢川告诉你的 还是你送给卢川的药啊 看来大人好多了 都有心情跟我开玩笑了 你明明就很在乎 上次我弄伤了胳膊 你虽然不来看我 却让卢川送药给我 你若早说那药是你送的 我早就用了 白费了你一片心思 你自己留着猜个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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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有没有觉得 最近这个冬月跟大人 是越走越近了 这个冬月隔三差 我就往府里跑 我是怕大人的心 被他勾了去 听说这几日 还安排他和紫渊同住府中 这么多年 大人见过多少家人美色 可如今在这府里的 只有我 只怕再这样下去 连他也要跨进府里了 夫人 我是为了您好啊 是 相爷 昨日深夜行刺后 英丽探子来报 说交手时 看到冬月胸口 有火气伤 火气伤 好 你赶紧通知英丽的人 务必尽快查明此事 是 是 相爷 冯夕 我就快抓到你的把柄了 紫渊 原来你在这儿啊 下去吧 是 是 难道 真的是我误会了冯夕 她真的没有让你在府里做下人 冬月姐 我现在是冯府的表小姐 又何时做过冯府的下人 可是冯夕跟我说 你赶着做绣品 熬了好几个通宵呢 还让我过来帮你 那是冯大人想见你啊 他知道你关心我 所以就想用这个办法 多骗你来府上 是吗 你是不知道 我从竹民意被他算计到太事局 现在又替我挨了一件 谁知道他打得什么鬼主意 冯大人他不会这样的 而且你与他来说也绝非算计对象 自从你来冯府之后 就一口一个冯大人 看来你就不会随我走了 好了 直到你没什么事 我也就放心了 对了 你看 这些花很漂亮吧 哇 哇 这些花好像叫什么 叫什么 风浅月下 冬青花开 对 就是冬青花束 小叔 小叔 你知不知道最近朝堂上可闹翻了 左相和定远侯的人啊 为了薛番的事 可都快吵翻天了 你倒好 陛下呀 左右为难被夹在中间 就等着你呢 那也没办法呀 我这伤还没好 如何上朝啊 人贵妃娘娘都问起了 说你这伤 这么久都没有痊愈 要不要找个御医 来给你看看 你去跟我贵妃姐姐说 她弟弟吉人自有天相 没什么大事 只需要静养几日 贵妃娘娘还说了 这上次红恶的事 多亏有你帮忙 宫中波爵云鬼 对 我姐姐为人又老实 我本不想插手 宫中之事 你们姐弟俩倒是感情深厚 明明都是大权在握的人 却偏偏担心对方 会被人欺负 你懂什么 那叫血浓于水 自从冯家败落以来 一直是姐姐把我带大 哪儿像有些人 我一手一脚把她带大 她就成天只会气我 我 我才没有只会气你呢 我还让子鸢给你做了好吃的 我看你一直捧着这个食盒 还以为是子鸢给你做的呢 我自有人伺候餐食 你若想吃 拿去便吃 那 我可不客气了 你 prophecy就是不要 也跪下了 谢谢你 录下你 因为我从来都脱智 你上去 你也 Sprayte 他我脱子 mehrere powers 你如家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你借病不想上朝 你一日不上朝 陛下就下不了决心 搬薛番令 是啊 几日不见 便聪明了许多 想起来 我跟陆远潼的关系了 那我就看看 你到底能诈病多久 你如果想让我上朝 也不是不可 你要每天来照顾我 你要每日来我这里 亲自来给我上药 免了 我怕落坏了你的伤口 你就更有机会借口不上朝了 你只要在家歇着 就好好歇个够吧 咱们和 Christmas 她口是心扉的样子 还是挺可爱的 小舒 你以后就不要说 我不关心你了 这顿饭啊 让给你了 大乐 大人吃我做的饭了 怎么样 还行吗 其实是还行啊 下次你多做一份 怎么 你也想吃啊 不 我看小叔吃得意犹未尽的 怕是没吃吧 别闹了 对了 冬月姐她走了吗 你找她有事啊 这是冬月姐 吊在后院的手镯 风浅月下 冬青花开 不如你让冯大人转交给她 小叔肯定乐意做这件事情 紫月 怎么了 武功 你还跟着我学吗 学啊 当然得学 这是你欠我的 怎么 你是不是想耍赖啊 那明天 后院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听说你这几日常去冯府啊 不知冯夕的伤势如何了 有无查出真凶 那日的车夫 在混乱中被杀死了 追查到此 便断了线索 冯夕的伤势确实不清 怕是还要再休养几日 你与冯夕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我和她怎么认识的 都不重要了 但是我与她之间 注定是睡火不忍 可是我看她对你 却不是这么想的吧 她感谢她的一切 她们是在这儿 她的伤势 她们都会儿的 那儿的伤势 她们都会儿的 她们都会儿子 与她们的伤势 她们就会儿子 她们的伤势 她们也在小腿 的伤势 你 清晓 是 谢晓 快吃而已 不必心事动众 可是我刚刚看你 你好像挺在意的 凡是经过 深思熟虑下的决定 多半是在权衡利弊 若是下意识要做的事 那便是真心 殿下 有些事懂的人 他自然会懂 不懂的人跟他说了 也是白费口说 这东青芝的意义 我和冬月懂就好了 这里是御风阁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物归原主 这不是我的镯子吗 怎么在你那里啊 是啊 你的镯子 怎么会出现在 我的书房呢 你在这御风阁流连忘返 莫要忘记 打眼帮我上药的事 你胡说些什么 告辞 谁敢在我房坡门口造册 紀念 在 真是 其实是 原文师 感谢观看